Hello,大家好,我是齐聪 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课题 那天我不是做一个视频 是讲有关种族歧视的 然后我今天就想做一个大概相关的课题 就是呢 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呢 经常会对我们的有足 会有很深的神迁 基本上是认为他们不如我们勤奋 这个是一个非常刻板的印象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不能一足感打翻整艘船 基本上也有一些例外的例子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OK,大概在时间回到八年前 八年前我刚刚要去 我刚出来做工也四年了 然后我要买一辆车 我买一辆车 然后我去到一间车行 那时候我还很记得 我那时候是大概是午餐的时间 大概是接近一点的时间 然后我就去到一间车行 然后我那时候呢 我的打扮是邋遢了一点 就是T恤、短裤、拖鞋 这是我平时的风格啦 OK 然后我就去到那个车行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堆船事宣 有男、有女 不多数是华人 然后全部华人里面只有一个是马海人 然后那些船事宣 就是他们要出去吃饭啦 我知道 然后他们就探个头出来看我 我有看到这一幕 就是他们全部探一个头出来 看我谁来了 这个时间 然后他们应该是扫描了我的装扮 就是T恤、短裤、拖鞋 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来白装的 我不知道啦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这样在想 这个人是来白装的 然后他们就一堆华人 他们就点了另外一个马来人 就跟他讲 你来处理他 我们去吃饭了 结果他们就真的是去吃饭了 留那个友族的职业 他那个时候也不是罚杀 也不是在接业 不是说他不用吃饭 我很清楚那个时候不是在接业 结果那位友族Sales Agent 他就非常的殷勤 非常的有礼貌的 来招待我 然后到最后 我也成功跟他买了一辆中价位的车 虽然我买不到很贵的车 可是至少也是一个中价位的车 然后我给他做成了这笔生意 我相信之后 他的那些同事吃饭回来过后 听到他做成这笔生意 应该也是觉得会吓到一下 哎呦 早知道 留下来可以做成这笔生意 哈哈哈 OK 所以你们知道这个故事 我想带出什么讯息吗 其实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反而一堆华人Sales Agent 在那边看不起我的装饭 结果不想来按我 结果把他推给另外一个马来Sales Agent 来来来按我 结果我给他做成了生意 所以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得到啊 我可以至少 证明一点就是啊 那位马来Sales Agent 怎样都比他那些同事来的轻了 哈哈哈 应该是我 不是我主观啊 这个应该是一个事实啊 OK 然后到了第二年呢 到了第二年呢 我要买一辆车给我老婆 然后我又回到去同个车行 然后我又回到去同个车行呢 到这个时候啊 那些Agent 已经认得我了 虽然我还是T-shirt 短裤 拖鞋 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认得我了 他们认得我的样子了 然后这时候就 那些Agent 就来找我咯 就讲哦又要买车了是吧 OK 知道我要买车了 可是呢 我这次我直接点名 我要那个 上次找到我那个马来Sales Agent 我直接点名我要那个 结果 我又再通过他又再买了一辆 低价位的车啦 不是什么规则啦 是奔低价位的车啦 可是也是一笔生意啊 所以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他 我欣赏他 我上次全部人走到晚只剩他一个来 让我 我现在我买第二辆车我还是要光顾给他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没有种族稀释的 我是反而看到 这个有族里面情分的例子 所以我怎样我都要给他鼓励 啊 这故事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了啊 七八年前的事情 呵 所以 我这故事说完了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不妨去发掘一下自己身边 可能有一些有族也是相当勤奋的例子 不能一族感打翻成传人 啊 啊 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呢 其实是看我们 未来的年轻人 三大民族 到底是 啊 一个怎样的状态 能否情分上进 啊 不能够抱有种族歧视 每个人都必须要被给予 适当的机会 啊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